大家好,是产社海外演习组的说一的廖上一 我的题目是探索设计与非设计系学生产品鉴赏 受了解设计意图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第一部分是前连 设计是一种设计师通过物件与用户交流的行为 由于个体之间微妙差异 讯息交换难以达到较为完整的程度 为了尽可能提升沟通的效益 在广告中的产品外观 文字的描述以及语音的解说有着互不且相互重叠的关系 但是三者的并存并不一定能将观赏者的鉴赏最大化 换言之 有的文字的描述以及语音的存在可能降低了观赏者的产品鉴赏 现有文献证明了解设计意图文本会影响设计系学生对产品的鉴赏 虽然影响整体为真相仍有小部分为负面值得被探讨 彻底的讯息交换可以被视为设计行为的成功 但也有可能会降低观赏者的产品鉴赏 既有的讯息需要被舍去或者修改 尽可能提升大众的产品鉴赏 由于先前研究受制者样本为设计机器学生 本研究旨在检验设计机器学生与非设计机器学生 产品鉴赏受设计意图影响的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且为了解设计意图对产品鉴赏带来的负面效应做前置研究 那么现有文献它是通过量化以及质化的研究 分别探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了解设计意图是否会影响观赏者的产品鉴赏 如果会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会影响 那么了解设计意图会于哪些层面影响产品鉴赏 那么这个研究需要量化研究跟质化研究联力一起分析 也就是说两个部分的收视者必须是相同的 那么由于质化研究涉及到访谈的部分 需要收视者具备设计相关的知识 因而他们的收视者只能选用了设计系学生 又因为要联力分析 那么量化的收视者也只能选择设计系学生 那么下面两张图展示的是量化部分的对照实验 然后它是分为两个组别 每个组别的收视者是一致的 都是设计系学生 那么第一个组别是no-knowledge组别 第二组是knowledge组别 两个组别都会对产品进行两次评分 第一轮评分他们都只会以图片进行参考 对产品进行评分 第一轮评分结束之后 他们会进行一次分析任务 那么第二轮评分 no-knowledge组别 它还是只会以图片为参考 对产品进行评分 但knowledge组别是 同时基于图片以及设计意图文本 对产品进行评分 那么设计 那么研究的结果表明了 了解设计意图对产品建设的影响 整体是积极的 且经过直华分析得出 设计系学生是基于三个层面 产品的外观 产品背后的价值观 达成意图的方法来建设产品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以knowledge组别的得分分差为基准 对knowledge组别的得分分差 进行校正 在15个产品中 有两个产品受到了 了解设计意图的消极影响 那么接下来说明 本研究的实验流程 本研究的收视者身份是变量 选用南台科技大学 创新产品设计的学生 作为第一个母体 选用南台科技大学 未受过系统设计教育的学生 作为第二个母体 那么第二个母体 需要经过问卷进行筛选 问题包括有高中职专业 父母专业 旨在排除高中职类别为设计相关专业 或其父母从事设计相关行业的样本 那么本研究的作者 经过 本研究的作者调查了 设计 设计界权位人士 对设计的相关定义 得出 设计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 经常被视为 与设计相关的绘画 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 因为绘画并不能单一的 作为评量是否受过系统设计教育 学生的身份标准 那么问卷截止2021年11月11日 回收22分 其中8人 参加非设计 及其学生的产品鉴赏 本研究作者一致同意 在Kickstarter上选取 我们的产品样本 因为为了 这个网站是国外网站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受制者第一次 鉴赏产品 而且这个网站为英文 是国外网站为英文 总共选用15个产品 每个产品会选用两张图片 尺寸如下 然后设计意图会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句话是解释 第一句话表明了物件的用途 第二句话说明了设计师的设计意图 每一句话都是从网站上的设计说明上 解决下来的 解决并翻译下来的 解决并翻译下来的 接下来说明实验的流程 由于是对照实验 所以之后的数据处理会使用独立样本体检定 那么第一个组别是设计系学生 第二个组别是非设计系学生 由于是 由于 由于时间以及成本的关系 非设计系学生只能找到八个受试者 独立样本体检定需要两个组别的受试者人数相当 因而设计系组别 设计系学生也只能找八位受试者 那么两个组别的实验流程是相同的 他们都会对产品进行两轮评分 第一轮评分是只以图片为参考 对产品进行评分 在第一轮评分结束之后 会开始一次分心任务 时长约为五分钟 那么分心任务结束之后 会再基于受试者 会再基于图片以及设计意图文本 对产品进行评分 两轮评分的平均 评分时间预计为八分钟 那么本次研究会参考先前 他们的评量标准是 参考先前文献中设计领域美学的建赏标准 那么这个建赏标准 经由多位专家以及大规模样本筛选 最终得到五个能够充分相互独立的评量标准 愉悦美喜欢亲和吸引 那么每一个分数是由一到七 一为非常不符合 七为非常符合 补充说明一下两轮评分的 受试者两轮评分的产品顺序 是会被打乱 打乱避免顺序对实验造成的影响 再来是数据处理的部分 测试所用的评量表中的五个权重是相等的 将其总和均值化 计为产品的评分 那将各个产品的后侧得分值 减去前侧得分值 并将差值的平均值带入统计程式分析 比较两组的差异性 会运行两轮读量本体检定 那么第一轮读量本体检定的差值为绝对值 即检定两个组别 鉴赏分数受了解设计意图的影响程度是否一致 第二轮检定的差值为相对差值 即检定两个组别鉴赏分数受了解设计意图的影响 是否存在相对积极或消极的差异 首先是第一轮 第一轮是两组别得分差值的平均值 第一轮是两个组别的得分差值的绝对值 那么两个组别会先被带入 先会被检验是否符合正台分布 那么在带入PP图之后 他们是近似正台分布的 因而可以被带入读量本体检定分析 那么第一轮得出非设计器学生的平均差值的绝对值为0.8 标准偏差为0.21 设计器学生评分差值的绝对值为0.76 那么标准偏差为0.27 由于SIG的值 0.365是大于0.05 两者方差相等 因而他们的P值是等于 0.68 是大于0.05的 由此可得两组数据无显著差异 两组别产品鉴赏受了解设计意图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第二轮检定 两组别的得分差值也近似满足正台分布 那么非设计器学生的评分差值的均值为0.43 标准偏差为0.3 设计器学生评分差值为0.35 标准偏差为0.38 由于SIG的值等于 0.572是大于 0.05的 因而两者方差相等 他们的P值是 0.546 是大于0.05 由此可得两组数据无显著差异 两组别受了解设计意图的影响无显著 无显著相对积极或消极的差异 那么实验结果 实验结论如下 本次实验结果未能检测出设计器学生与 非设计器学生受到了解设计意图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成本以及时间限制 未能保证抽样的随机性 一定程度降低本次研究的限度 那么本次的实验数据中设计器的得分 设计器学生的得分分差与前测值的相关性并不符合上述研究的 最终回归分析的结论 即前测的实验得分越低的产品 他们第二轮的得分会越高 那么在本次实验中设计器学生得分差值为负的产品为K 始终橡胶绑带 那么非设计器学生得分差值为负的产品为F 台灯与K 虽然没有knowledge状况作为参考 无法得出与上述研究一致的得分差值 但当前得分差值为负的产品比例与上述研究相近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了解设计意图 对产品鉴赏的负面影响做采样参考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